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很好地跟大家互动 无论多狗血的配件组合都可以 目的就是好玩 大家可以在YouTube给我们留言 或者在留言网留言都可以 好 那么书归正文 硬帐已经出了几个月了 这期给大家带来一个整体的review 当然对比对象是战地色了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 第一点 画质有点太恼心了 相比与战地色的画质 硬帖不但没有进步 反而有些略显逊色 我说的画质不光是人物和背景的精细度和真实度 还有包括人物的跑动射击 以及爆炸效果等等 从硬帖的单机游戏看来 就比硬战地四要粗糙很多 其中包括很多的场景设计 以及人物设计 感觉是几年前的游戏一样 一点也不像次时代主机的画质 韩双三的引擎完全没有被发挥出来 这点是令小灰比较失望的 但是弱画质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点好处 也就是下一个我要提到的顺畅的游戏体验 第二点呢 硬仗在首发日可以说比战地四成功太多了 基本没有什么致命的硬伤 最大的好处也就是netcode问题得到了很好的削减 其他问题比如服务器 莫名其妙的中断以及连接不上 至少在主机平台 这些问题都很少出现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游戏吧 不像当年战地四首发日的时候 简直是一个半成品游戏 现在到了一年多以后 才差不多被修复成一个制作完整的游戏 而且现在一言也没有停止对战地四的开发 好像还在不断的更新地图枪械等等 看来战地四和硬仗真的是两个同时进行的项目 第三点 硬仗越来越像战地四的一个超大的DLC 从硬仗出台以后就无数的网友吐槽 这个硬仗是战地四的警匪DLC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非常正确 硬仗所包含的元素远远不及战地四 甚至于战地三那么庞大 从丹京剧情来说呢 战地三和四将矛盾全球化 而硬仗只是把这个矛盾设置在美国本土上 讲述了一个正义的小强反腐畅连的故事 第四点我要说的是 枪械太少了 太少了 少得可怜 了解小灰的同学都知道 小灰是一个陆战狗 枪械迷 如此吝啬的武器术呢 让小灰大跌眼睛 咱们可以算一算每一个职业都有两把公共枪 也就是最上面的一把和最下面的一把 然后警匪各有两把专用枪 最后那把专用枪被小灰直接的忽略了 可能大部分玩家也是放弃这一把 因为解锁系统简直是可以用变态来形容 基本是不可能解锁的 而且解锁的条件特别的奇葩 我感觉完全没有任何的必要 纯属于浪费时间 而且有些枪用起来完全没有带感 非常的平庸 有三把突击步枪是专门给preorder的玩家提供的 我猜测在下一个patch包里 所有的玩家都可以用到这三把枪 希望吧 但是我求求Vessor Game 千万不要再加那个变态的解锁条件了 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而且非常的讨厌 第五点 地图太少 可能是DLC还没有发布 可玩的地图非常少 战地三克四的死战我可以玩上一天 但是硬仗呢 打了几个小时就会觉得有一些闷 那么第六点是什么呢 再聚太少 虽然说小灰基本属于坐车型玩家 但是我知道这是很大一部分 战地玩家不入手硬仗的一个重大原因 这一点我给不出太具体太详细的介绍 但是一直以来 战地系列就是以多样化的载具来支撑整个游戏的 我也了解很多战地玩家基本不打入战 只玩载具 比如说我的朋友万恶 是吧万恶 万恶 万恶正在提非法 万恶也声明了 只有硬仗主机板降到五折的时候 才会考虑入手 5.5折都不买 奏是这么任性 第七点 武器升级系统的改变 这一点是一位观众我们频道的朋友叫 鲁振峰提出的 也感谢这位朋友 他说在以往的战地系列中 所有的武器包括武器配件解锁 都是一枪一弹打出来的 解锁了最后一个配件 这把枪的熟练程度也练的差不多了 而硬仗里基本是靠金钱来买 好的方面是玩家不用花费没有用的时间和精力去解锁自己从来不用的配件以及武器 不好的方面就是某些枪实在是太牛逼了 一把就够了 完全没有必要去购买其他武器 以至于导致游戏就悲剧了 归根结底也就是下一点我要说的这个问题 平衡性 第八点 游戏平衡 这个问题好多的玩家已经说过无数次了 我也在上几期的视频里提到过 很多地方需要再平衡一下 比如说重生点 各个职业的平衡 枪械的平衡等等 这几个问题的确是让人挠头 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还不算太糟 因为最少可以让游戏正常的进行下去 而且每一个战敌系列出台以后都是极其不平衡的 需要下两到三个patch包才能修改的差不多 就比如说当年的三和四一样 当然四比较任性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第九 有的玩家说游戏的节奏过于快了 这一点我倒是觉得没什么问题 毕竟小灰以前是玩使命召唤的 你再快也没有COD的节奏快吧 而且现在陆战达到了80%的分量 所以觉得这一点还是不错的 当然了 传统战地的死忠玩家对这个改动是非常头痛 以及开始骂街了 也看出来EA这次是放手让Vessor Game来一次大革命 颠覆三观的改动 大家也是褒贬不一 第十点 第十点 没有第十点 第十点就是结论了 综上所述 可以说战地硬仗的规模真的比不上战地三和四 就算现在来看很多人还在玩战地四 甚至是战地三 我们说战地三的画质和游戏性 比以后的战地系列的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硬仗发布之前大家都觉得四很垃圾 但是现在好多人包括小灰 觉得相比起来四真的是一款不错的游戏 这一点EA不像苹果和三星 造手机造的越来越大 汉姆得变成平板电脑 而EA却把一款大规模战争游戏缩水制作 这一点真的是勇气可嘉 在各大游戏网站上对应战的评分还是比较高的 小灰也是觉得应战也还是一款比较不错的游戏 那么究竟它的光环能不能感超前两个战地大作呢 那就看Visor Game在下几个升级包的改动表现了 好的 这期就先说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给我留言 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